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,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,变法之前和变法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,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、自信的、进取的、创新的国度,而变法之后,北宋灭亡,从此中国变得谨小身为闭关锁国。 宋朝前后三百年,比之前的圣唐和之后的明清都要长久,但是在史学界对于大宋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。 有的学者就认为,宋是汉唐宋明清当中最弱的一环,从政治制度上来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。 当然了,也有学者认为,2000多年的华夏文明,宋代是巅峰时期,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,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。 在宋代,工商业是极为发达的,最早的职业经理人,最早的期货贸易,最早的纸币,都出现在那个时候。 当年,宋代的钢产量,就已经相当于六百年之后的工业革命的英国了。 宋政权能够绵延三百年超过圣唐,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彻底的解决了四大基本制度当中的第一项,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。 宋太祖杯酒饰兵权,赵匡胤啊,他自己就是城桥兵变,在将领们的拥戴下黄袍加身,待后舟而得天下的。 那么皇位坐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宴请所有的将领们。 酒过三巡,赵匡胤问他们,说如果你们的手下也贪图富贵,将黄袍加于你们身上,该怎么办呢? 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赵大哥的意思,于是纷纷就把兵权交了上去。 赵匡胤用和平的方式一改此前兵在藩镇,将兵权全部收归中央。 历代政权都在探索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,从商鞅的郡县制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, 中国从此告别了分封制,进入到中央集权时代。 但是呢,从秦汉,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大唐,地方割据对于中央的威胁从来就没有解除过。 安史之乱以后,中央对于割据根本无能为力。 唐之后是五代诗国,群雄逐鹿天下,百姓愁苦,直到公元960年,赵匡胤杯酒士兵权,这个老大男的问题才得以解决。 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,从此之后啊,有宋一代三百年,乃至此后的明清两代,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例子了。 晚清的时候呢,藩镇势力再度崛起,那是因为要镇压太平天国,清朝的中央军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, 必须要依靠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湘军、淮军这些地方武装,并且他们自行筹集军费, 这样一来啊,地方才又变得有兵有钱。赵匡胤手上的大宋,兵在中央, 藩镇对于中央的威胁确实是解除了,但是啊,中央要掏钱养兵, 这又变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。宋代他面临极大的北部压力, 京、辽、西夏、蒙古,因此啊,宋代是历朝历代养兵最多的, 有八十万进军,不妨在首都变凉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。 我们看《水浒传》里面,说豹子头林冲,号称是八十万进军教头, 这可不是一个虚数啊,当时真的就有进军八十万。 还有六十万军队在北部的边境驻守着,加起来就是一百四十万兵马, 整个大宋百分之八十的财政收入都拿来养兵了, 可以想见负担有多么的重。宋朝呢,他是出了名的温和执政, 对民间宽松仁厚,税收很低,在朝堂之上呢,也是开言纳贱, 一百多年都没有杀过一位大臣。 但是啊,他要养这么多的军队,国家就需要这么多的钱, 这个就是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,而他的高压线就设在这个地方。 因此呢,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就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酷, 除了盐铁酒钱之外,还有茶醋樊以及外貌,像是香料、象牙这些东西, 可以说只要是资源性的,只要是必须的,只要是暴力的商品, 都被国家垄断专营。 而且啊,他对于私自生产贩运的惩处是非常重的, 基本上就是沾边就啥。 那除了这些关键性的产业,民间不允许触碰之外, 其他的自由开放,你们随便搞。 因此我们就看到,国家和民间在产业上形成了储和汉界, 敬畏分明的景象,国营体系在宋代完全成型, 并且作为一个传统,顽强的延续到了我们今天。 宋代啊,虽然民间生产和贸易是空前发达的, 但是商人都只能活跃在产业的中下游, 因为上游都被政府用高压电网给拦起来了嘛。 所以呢,民间商人的财富规模都不大, 全部都是些小商人。 我们翻遍整个两宋财政史,都找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大商人。 为什么?就是因为那些最赚钱的产业,都被国家给把持住了。 赵匡应啊,他对于官员是相当宽容的, 他放纵乃至是鼓励商员们去经商, 其实啊,让他们经商赚钱就是赵匡应拉拢和控制各路将领的一个手段, 很多高官大将就是大商人。 举个例子啊,其中有位将领开了一个运输公司, 他直接调兵6000人帮他自己搞运输, 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中保私囊, 竟然能够到这个地步。 宋代呢,对于土地兼并也是放任不管的, 天灾人祸土地欠收,农民自己没饭吃了怎么办? 手上值钱的东西只有土地, 于是就把土地抵押给那些大户人家换些口粮, 然后再向地主租种土地。 最后的结果,是天下一半的土地, 全部都集中在了少数的官换家族手里面。 我们再看国有专营制度, 从前管仲的方法是关山海, 管制资源,民间生产,国家统购统销, 到桑红阳,他直接成立国有企业, 垄断经营。 到了刘燕呢,他是把生产和销售这两端放给民间, 政府掌控资源和定价权, 获取部分的利润。 宋代呢,就在刘燕的基础上, 进一步完善了特许经营制度, 发放超营,就相当于是经营牌照。 比方说,我拿到延钞就可以向政府支取食言, 然后拿到指定的地方去销售。 那么你想,谁可以拿到特许经营的牌照呢? 其中巨大的寻租空间,不言自明了吧。 牌照的持有者都和官府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 甚至直接就是高官的家里人,权贵经济模式形成。 我们看到,上述三条, 允许官员经商,不抑制土地兼并, 再加上对于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。 结果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, 权贵资产阶级横行。 讲到这里,王安石变法之前的背景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。 因为要杜绝地方挑战中央的可能性, 赵匡应杯酒士兵权, 从此之后兵在中央, 那么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, 必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,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此消彼长, 民间经济肯定遭受挤压。 结果贫富差距拉大, 权贵经济泛滥。 宋代开国到王安石的时候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, 这些矛盾非常的突出, 于是改革迫在眉睫。 发动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, 他登基的时候才二十岁, 非常的年轻。 我们看到, 历代推行激进变法的皇帝都是很年轻的, 秦孝公、汉武帝、宋神宗, 以及之后我们要说的光绪, 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 敢于大破大力。 宋神宗上来之后, 看到中央的大辱们年高权重, 木气沉沉, 都是当下权贵经济的既得利益者,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年轻的, 有担当的, 有勇气打破所有陋习的人来主导变法, 于是就找到了王安石操刀改革。 王安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, 天命不足位, 祖宗不足法, 人言不足序。 就是说天命都不足以害怕, 老祖宗的古智都不足以效法, 人们的评论根本不必在乎。 在当时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时代, 这不是胆大包天, 狂妄至极吗? 但是宋神宗他要的就是这个。 公元1069年, 宋神宗上台之后, 在朝廷的盐河殿里面, 举行了一次关于国有专营制度的政策辩论。 1000年之前的盐铁会议, 桑红阳和群儒们有过一次大讨论, 1000年之后是在宋代盐河殿, 而第三次则又发生在1000年之后的1945年。 这个问题真是美国1000年就要讨论一次。 盐河殿辩论双方是宋朝最有名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王安石、司马光。 说在当今天下, 工商经济非常的发达, 可是中央财政却如此紧张, 民间贫富差距巨大, 土地兼并严重, 请问该怎么办呢? 王安石就认为, 当然要学习商鞅, 学习汉武帝, 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, 把经济权力给收起来, 而司马光他主张我们中央财政就应该用度节俭, 是经典的儒家主张, 以农为本, 清姚伯父, 仁义施政。 在司马光看来, 天下财富就是一个零和博弈, 财富总量是不变的, 政府要多拿, 那百姓就只能少拿, 此消彼长嘛, 把天下的财富都聚集到国家的口袋里面来, 这不就是横征暴裂, 祸害老百姓吗? 而在王安石看来, 天下财富是一个正和博弈, 只要我的管理手段实施得当, 财富总量是可以增加的。 他说, 我就能做到民不义父, 而国用饶, 就是民间都不用多交税, 国家财政就能够充裕。 司马光听到这句话, 立马就翻脸了, 他说, 你说的这句话, 是当年桑红阳讲给汉武帝听的, 他们搞成什么样子? 搞到汉武帝晚年, 天下盗贼风起, 国家差点灭亡, 被迫轮台最急。 我们有现代经济学常识, 当然知道, 王安石说的是对的, 但是一千年之前的儒生们, 并没有上过经济学课呀。 最后呢, 宋神宗就选择了王安石, 任命他为童中门下平章士, 也就是宰相, 推行西宁变法。 最后啊, 变法造成了巨大恶果, 那这口大黑锅只能王安石一个人来背, 不能玷污了皇帝的盛名啊, 此后呢, 才改名叫做王安石变法。 王安石, 他变法的气魄极大, 格局空前, 这是一次涉及产业财政, 物价以及流通领域的全方位, 整体配套体制改革, 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全面改革。 王安石颁布了大大小小十几条法令, 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书法, 示意法和轻描法, 我们分别来看。 军书法呢, 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管理委员会, 接手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产销, 效法汉代的桑红阳, 之前宋朝你们搞的特许经营制度, 弄得官商勾结, 甚至是官商一体, 中保私囊, 权贵经济横行, 现在统统废除掉, 由政府直接接手, 统购统销国营专卖, 所有收入归入国库。 意识法, 国家全面干预市场经济, 什么商品价格低了, 那么我们政府收除起来, 等到价格高了再抛售出去, 削风填股, 平抑物价, 同时呢, 政府还可以从大宗货物交易当中, 谋得利润。 轻描法, 之前呢,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, 只能用土地来作为抵押, 向富户去借钱, 这一来二去的, 土地全部都跑到大地主手里面去了, 因此才会造成土地兼并严重。 现在, 我国家成立平民银行, 需要钱, 你来找国家借小额低息贷款, 保证农民的耕作生计, 能够正常的运行。 我们看, 王安石的这些法令, 哪怕是放在今天, 依然是先进有效的。 他的初衷非常的良善, 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考虑, 一呢, 尽可能多的增加财政收入, 二呢, 打击富豪, 缩小贫富差距。 变法刚刚推行的时候, 效果起好, 国库立刻就充盈了起来。 但是呢, 就是这些看上去非常好的法令, 在经过长时间的执行之后, 完全背离了当时王安石制度设计的初衷。 军书法造就了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处处与民争利, 官方的采购价格和市场波动背道而驰, 要么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, 挤进于抢劫, 要么就是远高于市场价格, 官员收受回扣, 成了其中官员中保私囊的大好机会。 示意法发展成了净收天下之货, 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, 最大的银行, 最大的物流中心。 政府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, 甚至小到水果芝麻这些商品都被政府给垄断了。 城市的商业秩序彻底崩坏。 后来商人们都不敢到首都汴梁来做生意了, 因为一进城门, 手里的商品就会被官府定价收走, 纷纷绕城而走。 最要命的就是轻描法, 本来是国家提供小额低息贷款, 以免穷人遭受高利贷的剥削, 可是评估放贷收债, 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繁琐的商业行为。 当时的基层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如此精细的管理操作。 政府把钱给拨下来, 并且下达贷款指标, 地方官员怎么办呢? 只能强行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, 管你要不要都得拿着, 官员从中还要加点利息动点手脚, 时间到了连本带利必须给我还回来。 那遇到天灾人祸钱还不上了怎么办? 官府到处抓人, 百姓苦不堪言, 只能卖地卖女。 现在我们总结来看, 这些结果是非常的清晰, 但是都是些后见之明。 改革者在之前是难以看清的, 变法新政搞到最后, 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了, 自由的工商业者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 在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之下, 王安石对于变法之势是极度强硬的, 容不得任何质疑的声音。 虽然他并没有残酷到商鞅那样, 杀人杀得喂水尽吃, 但是他也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, 都驱逐出了京城, 司马光也被驱逐到了洛阳赴贤, 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 铸成了资质通鉴。 在这个过程里面, 像是司马光这些有道德操守顾权大局, 一心为国的, 但是反对变法的忠臣, 都被驱赶到了权力中枢之外, 而那些大量的剑锋使舵以权谋私的官员, 却借着改革的机会, 政治投机扶摇直上。 这直接造成了王安石之后, 整个北宋官僚队伍的堕落和失效, 也为日后朝堂之上残酷的党征, 埋下了祸根。 17年之后, 宋神宗驾崩, 宋哲宗继位, 新上台的皇帝非常的反感王安石, 于是废除了新法, 重新启用司马光。 而司马光上台之后, 却任命了一个研究股学, 完全不懂财政的人, 来做互部上述。 这就相当于是今天, 我们跑去北大考股系, 抓个教授, 让他当财政部长。 司马光就是以此宣告天下, 新法的那一整套东西彻底终结了。 吴小波就评价说, 由此可见,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的无能。 自恐梦以来, 儒家就一直找不见理财办法, 翻来覆去, 就是清遥伯父, 仁义治国这些东西。 儒家激烈反对极权变法, 但是呢, 当他们自己掌权的时候, 又拿不出有建设性的理财方案。 这是我们古代中国, 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巨大冲突点。 儒家均均沉沉的思想, 确实是古代帝制的基石, 可是呢, 在经济思想体系上, 却又是没有办法匹配的。 宋哲宗登基一年之后, 王安石郁郁而终, 四个月之后, 司马光也走了, 反对新法的人, 拿不出有效的经济治理方案, 九年之后, 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变蔡金为首的新党继任者, 而蔡变正是王安石的女婿, 蔡金不用多说了吧, 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奸臣。 在他的手上, 王安石变法中的国家主义被推到了极致, 毫无悬念的成了为权贵服务的工具, 人性的贪婪是需要制度基础的, 好的制度会遏制住人性的恶, 反之则会将人性恶催化放大。 宫中提国, 治律忠纯的王安石, 为了推行变法设置了一个部门, 制制三司条立司, 完全凌驾于其他的中央部门之上, 大权独揽。 王安石在位的时候, 并没有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, 但是他的后继者就不一样了, 利用这样的极权制度, 让自己的贪欲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, 人性中的贪婪被伸展到了极致。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, 到蔡金被罢官的1126年, 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前前后后实施了长达57年, 这就是北宋帝国由衰而亡的57年, 随后大金攻破变两, 北宋灭亡。 我们再回头看王安石这个人, 他才华横溢, 诗文独步天下, 位列唐宋八大甲,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, 精通财经之道, 科举出身, 从县级一直干到中央, 各级行政公务, 滥书于心。 他道德完美, 视富贵如浮云, 不贪财不爱色, 终生没有纳妾, 要知道, 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当中, 是绝无仅有的。 他从来不拉帮结派, 贪恋权势, 生活简朴, 甚至是不修蝙蝠, 吃什么穿什么, 从不在意, 他心里面只揣着一件大事, 就是以变法图国富名墙。 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, 却勤勤恳恳日以继夜的, 把国家搞得最终灭亡, 我们只能充满惋惜的一生长叹。 从此, 明清两代数百年, 王安石成为了政治上的失踪者, 大家只讨论他的诗词歌赋, 文学造诣, 一直到二十世纪, 他的政治才能才重回大众事业。 梁启超写了一本书《王安石传》为他翻案, 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。 鸦片战争之后, 中国沦为东亚病夫, 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, 推行国家主义, 就成为了当时政坛和知识界的一种共识, 不管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, 都是这么认为的。 放眼全世界, 苏联, 德国, 日本美国相继崛起, 都被看作是国家主义的胜利。 从此之后, 王安石就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, 进入民国之后, 他的声望是越来越高, 郭沫若也认为, 王安石是秦汉之后的第一政治家。 我们把王安石变法, 放在历代经济变革当中进行观察, 可以看到, 他与之前的管仲商鞅汉武帝王莽和刘燕变法一脉相承, 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极权政策上的一次大实验。 就如同桑红阳欣赏管仲, 刘燕欣赏桑红阳一样, 王安石把桑红阳和刘燕视为遥远时空的先行者和知音, 而晚清的梁启超, 他对于王安石的心态也是一样的。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和王莽很相近, 前者试图新周李傅景田, 后者试图用计划经济之手完全掌控国民经济的所有角落, 他们同样激烈并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, 可是也遭遇到了相同的惨败, 并且直接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。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, 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, 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索,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最后绝想。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, 给之后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, 一位如此杰出的财经大师, 在工商经济高度发达的宏观经济当中, 在皇帝无以附加的鼎力支持之下, 进行一场全方位的配套改革, 竟然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, 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于激进变法望而却步。 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, 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, 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, 已经无路可走, 进退为谷了。 自北宋之后, 南宋明清的历代治国者, 都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, 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, 在经济方面变得越来越谨小甚微趋向保守, 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路。 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中国, 发展与稳定的经济主题只剩下了一个, 那就是绝对的追求稳定, 此后便是数百年的明清大停滞, 我们下期节目再接着说。